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AI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思科公司Sysco Systems的重大决定 裁减全球员工的7% 并将重点转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领域 这是思科今年第二次进行大规模裁员 这次的裁员数量约为5900人 这家公司计划投资时 1美元于AI和网络安全初创公司 如GoHere,Mistro和Scale 并于NVIDIA合作开发AI系统基础设施 此外,思科还收购了网络安全公司Splunk 旨在增强其订阅业务 同时,思科的股价在这一消息后上涨 显示了市场对其转型方向的信心 这一系列举措反映了科技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挑战 随着数据量的增长和网络威胁的增加 企业对AI和网络安全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 思科希望通过这一转型来保持其竞争力 并为客户提供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思科转型,裁员千人,布局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 加利福尼亚州圣河西的晴空下 科技巨头斯科系统公司Sysco Systems 正迎来一次重大转变 这家以网络设备和解决方案文明的公司 近日宣布将裁减其全球员工的7% 及约5900人 这是思科在今年内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裁员 早在2月份,公司就曾裁减了约4000个工作岗位 思科的首席执行官查克·罗宾斯 在发表声明时显得颇有自信和决心 我们正处于一个技术变革的关键时刻 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将是未来的核心驱动力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资源和人才 能够集中在这些关键领域 以便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然而,对于数千名受影响的员工来说 这一消息无疑是沉重的 在盛河西的思科总部 不少员工在接到消息后神情黯然 对这些家庭而言 失去工作意味着生活的巨大变故 然而,思科表示 将未受影响的员工提供丰厚的遣散费 和职业转型支持 以帮助他们顺利过渡到新的职业生涯 科技巨头的转型之路 思科的这一决定并非孤立事件 整个科技行业都在经历类似的转型 一方面,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 和网络威胁的日益复杂 使得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 成为了当前最具潜力和需求的领域 另一方面,企业对于这些技术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 不仅仅是思科 其他科技巨头如微软、Microsoft和谷歌 Google也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并推出了一系列基于AI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网络安全公司 如Pilo Alto Networks和Crowdstrike 也在不断扩展其业务范围 以应对日益增多的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事件 投资与合作,清晰的未来蓝图 思科并未因裁员而止步不前 事实上,他正在积极布局新的战略方向 这家网络设备制造商计划投资10亿美元 于像Coer、Mistro和Scale这样的科技初创公司 以开发可靠的人工智能产品 这些投资旨在确保公司在AI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此外,思科还宣布与NVIDIA合作 开发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设施 这一合作标志着思科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大步 表明公司正努力通过合作来加速技术创新 在网络安全方面,思科也不甘落后 公司在今年3月退出了一个网络安全准备指数 以帮助企业衡量其抵御攻击的韧性 这一举措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响 进一步巩固了思科在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先地位 财务表现,挑战与机遇并存 尽管面临转型,思科的财务状况依然稳健 周三,思科系统公司表示,其在截至7月27日的财政第四季度中 盈利21.6亿美元,每股收益54美分 较去年同期的39.6亿美元或每股97美分下降了45% 剔除特殊项目后,其最新季度的调整后 每股收益为87美分 此外,收入下降了10% 从152亿美元降至136.4亿美元 然而,根据Fakyset的一项调查 分析师平均预期调整后,每股收益为85美分 收入为135.4亿美元 这表明,尽管面临挑战 思科依然超出市场预期 这也使得其股票在周三的盘后交易中上涨了约6% 市场反应与未来展望 思科的裁员消息 仅仅在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 Intel宣布裁减约15000个工作岗位后两周发布 英特尔试图通过这一举措来扭转其业务 以与NVIDIA和AMD等更成功的竞争对手竞争 相比之下,思科的股票在周三的盘后交易中上涨 显示出市场对其未来前景的信心 CNN报道称 思科估计与此计划相关的税前费用将高达10亿美元 其中7亿至8亿美元的费用将在第一季度内确认 这次大规模裁员是在今年早些时候 另一轮裁员的基础上进行的 显示出公司在转型过程中的决心 思科的转型计划还包括加强与其他科技公司的合作 以共同推动技术创新 公司表示将与多家领先的AI和网络安全公司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分享技术资源和专业知识 从而加速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开发 结果 思科的这一转型决策反映了科技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企业必须不断调整其战略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对于思科来说这次转型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 通过集中资源和人才 思科有望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脱颖而出 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先进和安全的解决方案 在这场技术变革的浪潮中 思科正在勇敢地乘风破浪朝着未来的方向进发 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网络安全 思科都在为成为这些领域的领军者而努力 对于这家科技巨头来说 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代表正方 支持思科裁员转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 毋庸置疑 全球科技行业正迅速变革 思科此举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 思科的首席执行官查克罗宾斯明确表示 这一转型是为了集中资源在最具潜力的领域 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不仅是未来技术的核心驱动力 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防护屏障 以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为例 他在发明电灯之前也进行了多次试验和转型 最终才取得成功 再说 思科还提供了丰厚的遣散费和职业转型支持 这应该算是相当仁慈的企业行为了吧 哎呀 楚天书 你说得头头是道 但你可有想过那些要被裁员的员工是怎么想的 思科这波操作简直是现代版的杀鸡取卵 当初IBM也是忙于转型 结果搞到元气大伤 况且 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虽然很炫酷 但这些领域的竞争早已白热化 思科真能成为领军者吗 更别提裁员费用高达10亿美元 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研发新技术 还不是被拿来补偿那些无辜的员工 啊 这真是拿着韭菜当肥料 还指望能尝出什么大树来 谢琪琪 听你这么说 好像裁员就是企业的灭顶之灾 但回顾历史 裁员并不一定是坏事 看看苹果公司当年乔布斯回归后 裁员财到了骨头里 结果呢 苹果现在可是市值过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 思科正是要集中火力 瞄准未来的市场需求才能更好地重整旗鼓 再说 思科还与NVIDIA合作 这可是AI领域的金铜玉女 这样的合作关系难道不是在为未来铺路吗 至于裁员费用 那可是长痛不如短痛 这点钱换来企业未来的竞争力 怎么看都是划算的啊 楚天说 你看来是读过不少成功企业的故事 但你别忘了 失败案例也是触目惊心 雅虎曾经也是网络巨头 结果多次裁员很转型失败 终于沦落到被收购的境地 思科此举 无异于赌博 拿员工的饭碗和公司的未来做赌注 你提到苹果和NVIDIA 但它们的成功不能简单复制 NVIDIA本身就专注于AI和高性能计算 而思科的基因还是网络设备为主 这次的转型有点像让乌龟去学兔子跑步 结果可想而知 至于那些遣散费和转型支持 说白了就是给点甜头叫你走 这能补偿失去工作的打击吗 谢琪琪 你说的这些确实令人深思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市场的残酷现实 思科这次的转型 是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进行的 正如古人所言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思科提前布局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 无疑是为未来的市场竞争储备能量 随着数据量的爆炸性增长和网络威胁的日益复杂 企业对这些领域的需求必然增加 况且 思科还计划加强与其他科技公司的合作 这样的战略性联盟能够更好的共享资源 降低风险 这一切难道不正是为了确保 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吗 楚天书 你这番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倒是挺失意 但现实却不那么浪漫 思科裁员的消息一出 虽然股价上涨 但这很可能只是短期的市场反应 长期来看 企业文化的损失和员工士气的低迷恐怕难以弥补 再者 你谈到数据爆炸和网络威胁 但这些新领域的技术实力并非一蹴而就 即便思科投入巨资 也未必能在短期内见效 你的未来市场需求听起来很美 但对于那些失去了工作 家庭生计受影响的员工来说 这些都是空谈 转型是一场马拉松 不是百米冲刺 思科能否成功 还得看他能否在这场长跑中保持稳定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